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食得開心 我是食得開心的節目主持人為食妹Vivienne 大家都知道香港有很多小食 尤其是一些露水的食品 通常我們只是吃一些充滿潮州風味的露水食品 今次非常之開心 可以請到Kenny上來為我們介紹一些 比較特別的台式風味的露水食品 Kenny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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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Kenny為我們介紹 不如先介紹台面這個 很美 其實我想問一下 潮州風味的露水食品 和台式風味的露水食品 其實它們之間有甚麼分別 其實主要是台式會在鹹中帶甜 還有會是熱吃的 跟潮州風味的冷盤食法有少少不同 潮州風味主要是帶鹹 而台式為何會甜呢 是完全是因為靠它的蔬菜汁純天然去做 其實在顏色方面有沒有分別呢 其實顏色來說跟潮州風味是沒有甚麼分別的 因為其實台式是經過潮州風味去改良 在味道方面應該會再甜一點 因為用蔬菜 因為有蔬菜在裡面 有滷汁裡面有蔬菜 所以它的鹹中帶甜 令到口感會有更多變化 事不宜遲 立即有請Kenny為我們介紹一下 不如介紹一下你面前的 其實是甚麼的露水呢 其實我們現在看到前面這個 主要是左邊是牛展 另外右邊是牛辣肉 牛展來說 比較我們選擇 會嚴選一些比例上要是六四 為甚麼要用六四呢 因為比例是口感有彈性之餘 也會有牛的肉味 就不會失去 只有牲牙或是肉沒有彈性的口感的方便 我想問一下 其實可不可以略略說一下 這個牛展的做法是怎樣的呢 其實這個做法呢 我們會先煮它 飛了水 令到牛的酥味減少了 而且因為飛水的意思 可以除掉它的雜質 始終肉類會有血水 其實這會影響到老汁的質素 所以我們會先飛水 然後再老 通常要老多久呢 一般來說 老這個要看牛展的大小 有時候因為牛展大一點 我們老的時間會長一點 一般來說最少都要老一個小時以上 其實你是會圓隻去老 還是已經切片去老呢 一般來說我們都會整隻老 為什麼要整隻老呢 就是因為它的肉汁不會流失 然後老完之後就會一塊塊 然後再有客要的時候 我們才會再切片再令上 可以保留它的肉汁 是的 還有其實怎樣去選擇 它那個漂亮的紋理 那個牛展 其實這個呢 有時候要看那個技巧 要看那個經驗 另外就是摸下去 那個彈性 那你用手呢 摸下去的時候 它會有個彈性 給回來 那個feedback 你可以知道它裡面的肉的比例 還有那個筋的位的比例 去哪邊位 還有其實我看到那些牛展 每一片其實都切到 那個厚度都是差不多 很厲害的 其實是的 因為這個厚度 最適合我們那個 放進口感 還有咬的時候 就不會說因為這樣太厚 就會覺得很粗 對 因為很多時候 如果切得太厚 就會很粗 切得太薄 你又覺得沒有什麼口感 沒有什麼肉食 吃了它 咦 好像紙那麼薄 就用完了 是的 那不如介紹一下 牛展旁邊那個 是 其實那個牛辣肉 就是因應牛展 多人吃 我們研發出來的 很少外面街會用到牛辣肉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時候牛辣肉會帶骨 我們這隻就是去骨 然後再切薄片 它很多時候 因為它那個尺寸比較細 比較細 所以老的時間 也都要掌握 不可以太久 如果太久 就會變成它 就會散了 另外 就會在那個質感上面 就不會再那麼爽 嗯 其實這個牛辣肉 在哪個位置 就是為什麼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它是辣骨位 所以那個活動的情況 和那個筋部的分部 它們就會比較好一點 另外 你看到其實它是比較大幅 長方形的 那它吃下去 我們為什麼要切薄片呢 就是它容易入口 如果因為整個 其實它是一個 好像一個方塊的磚 那樣 你就入口之後 就會覺得很硬 很硬 那現在切了一片片 就會入口之後 就會很爽身 有一點點像牛腩的感覺 牛腩腩的感覺 其實在醃的方面 是不是跟牛腱差不多 都是圓直的去醃的呢 其實我們來說 大家都是要先飛水 飛完水之後 然後再扭 老的時間 剛才提到的 就要縮短一點 要不然就會散光 就會不會太完整 那我想問一下 其實怎樣選擇一個 你自己覺得是漂亮的牛腩肉呢 怎樣選擇一個漂亮的牛腩肉呢 第一 就是看它的尺寸 你不要太大塊 因為它有時候會比較長一點 因為有時候就要把它切開 分成均等的尺寸 大約是一隻手指的長度 然後就是要看它的厚度 因為有時候 它從圖房出來之後 厚度和尺寸會不同 那你就要再把它切開 然後就要適合人的口感 和放進口中的舒服度 才是一個標準 其實都是因應師傅自己的經驗 對 去判斷 對 有時候我們吃潮州形式的滷水 有時候它好像會有一些酸酸的汁去點 其實我想問一下 台式的滷水會不會有些醬汁去點 台式來說 其實如果純台式 會加了一個叫醬油膏的醬料 其實有一點像蠔油那麼稠 但是它是帶甘甜的 但是這隻醬油膏在香港來說比較少有 所以我們就會自己研發了另一個醬 它就會帶回一個叫做台灣 叫做九層塔的淡香味 而香港比較習慣的叫法 叫做甘不悶 令到它會除了滷水味之外 就會帶回一些不同的香味 令到配合到牛裡面 口感和味覺都會有不同的刺激感 還有有時候我們一說起台式的滷水 人們就會想起 有一隻是滷水之後再拿去炸的那隻 其實那隻有什麼分別 其實那隻是屬於山東式的 但是做法方面就跟我們不同 它就滷完 一樣是用潮式的滷汁去滷 然後滷完之後就炸 炸完之後再在上面就塗上一層油 令到它看上去更漂亮 另外一吃下去就會比較脆口 口感上會比較濃烈一點 但是炸來講其實火候也要掌握得很好 因為如果不是很容易就會比較乾身一點 是的 所以這就是另一個技巧 還有它們炸的時候也要講求油的溫度 之後就是油的品質 它們就有不同的做法 有些就是用豬油去炸 有些就是用植物油、動物油之類 各家有各家的方法 而且經常聽到其實滷水汁 可能潮式那些就會說 用得越耐就會越好 不過中途都需要加一些調味 藥材調味 其實這個台式的做法 其實是不是一樣要滷得越耐 可能幾年歷史以來才好 其實台式來講 第一個老汁一樣跟潮式其實沒有什麼分別 但是只不過第二個老汁的蔬菜汁 就沒有辦法可以一直長久的保存 所以我們每天都會更換 因為你加了蔬菜汁下去之後 你的老汁就不可以放 如果放過一天其實它已經大蒜 就會令到整個品質就會有影響 另外就是說對大家的衛生上面 都會帶來一個不便 所以台式老汁來講 它多數會是每一天都要再新鮮再煲一盆 這樣 不如我們介紹另外一款吧 其實這個可不可以說這個是什麼菜式呢 中間那個其實是我們店的一個招牌貨 就是一個豬仔筆來的 這個做法其實比較複雜 因為它要做三天的 首先這個要去浸 要浸個滷水汁 然後就要再帶去泡一泡油 令到它表面會帶香厚一點 香厚完之後 然後再要去煮一次、滷一次 滷完之後再等它風乾 然後才可以拿出來食用 哇!這個工序果的東西很複雜 對呀!所以這個就會比較衰時 比較久 即是耐一點 還有口感上 它又會除了帶一般的豬的鮮甜味之外 它會帶了有少許火腿的感覺 它會更加香厚 更加適合送走 其實是否比較少聽到 即是用豬仔筆 對呀!豬仔筆 用來做滷水呢? 通常比較少聽一點 對呀!其實因為我們現在很多 我們自己店裡就研發出來 那麼跟外面很多 外面街你見到的潮式那些就很不同 因為外面來說 主要都是一些內臟 一些就是老的整隻的一隻鴨 像是老鴨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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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因為 因應香港的市場 就會加入更加多的小食 還有很多時候 因為老水的食物 就更加適合送走 香港人其實除了喝啤酒之外 現在多了人喝了紅酒 所以我們慢慢會研發一些菜式 去配合這個市場 嗯嗯嗯 其實我想問一下 經過這麼多工序 但是你都不會覺得 這個豬仔筆是會縮了 因為有時候 我平時就會拿來BBQ 但是你發現其實 它煮久了 整熱了 它會縮的 但是這個 是完全不會覺得它會縮 還是漲卜卜 是的 因為第一 時間的處理上 就不能太久 因為如果你越久 它就會有些肉就會縮 另外就會更加粗 而我們這個 這個時間的掌握度 要更加配合得好 還有之前有經過炮油的處理 令到它的肉 就不會縮得太嚴重 另外同時 其實就說 它的肉汁會鎖在裡面 會跟外面對比之下 就會覺得 咦 好像就是 變化就沒有那麼大 可以就是這樣的 今天真是謝謝Kenny 我們現在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再繼續為大家介紹 以下這些滷水的菜式 我們稍後見 我們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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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 我們下期見 星期見 輝瑞 明星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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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量高專利設計 輕巧安全 A-Magic的Magic One 外置慢用手機充電器 透過智能手機配搭D-Link IP Cam 全方位收體即時流暢影像 用智慧改變世界 讓科技改善生活 一一科技有限公司 嘩嘩嘩 喝涼涼咳到汽車 可能是氣寬敏感 體內有白衣器 可以誘發咳嗽氣喘 用口服藥物就可以控制徵作 一個全新秘密 令你看起來更年輕 暫心拿燈科技 納黑白 咦,沒有人喝了沒有 用了多樂士加勵安環保漆了 美國製造絕無VOC 甲醛和其他有害物質 符合美國專業環保認證 全家健康又安心 現在多樂士還有全新推出的環保健康系列 抗菌抗甲醛 保護更全面 想知道多些 上多樂士網頁看看吧 北印度咖喱 新辣重口味 滋味羊肉 香脆薄餅 多款正宗飲食美食 盡在潮爆七衣咖喱王 HELLO 大家好,歡迎回來食丹蝦衫 繼續有我餵食妹Vivian 以及身邊的嘉賓 她就是Kenny Kenny你好 你好 剛才因為時間關係 所以有些地方問得不夠仔細 我想問一下這個豬仔鼻 其實我很有疑惑 是不是一個小豬的鼻子 其實不是的 因為豬仔鼻子跟羊架的牛奶肉相似 都是辣骨胃 只不過跟羊架的做法一樣 將它起了少許的肉 另外一塊就形成了一個美觀 整隻鼻子 不如介紹這款吧 其實我看到有三種食材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最底的那邊 就是一個叫豬頸肉 豬頸肉 對,豬頸肉 中間就是大腸 另外一個就是日式叉燒 我想問一下 其實這個日式叉燒 它的整法是不是跟我們吃日本式的叉燒一樣 其實都是類似的 我們是用五花腩去做的 它就是要先紮起它 為什麼要紮起它呢 就跟日式的做法一樣 就是紮起它 令肉就不散 要不然就直接煮它 它就會散掉了 所以功夫來講 最重要是紮得夠實 夠漂亮 因為如果你紮得不夠實 或者你沒有去哪裡 你出來的形狀就會變得很奇怪 另外一塊肉 直接是不用夾 錄完已經是散掉了 就沒有現在一塊塊那麼漂亮 這個叉燒 其實是哪個位置呢 是不是要選用呢 有沒有說那個比率是要 例如一半肥一半瘦 其實來講呢 因為它的做法呢 要煮很久 它要燉了兩三個小時以上 令到它更加入味 因為燉的過程比較長一點 它就會像冬波肉一樣 油脂的成分就開始出來了 所以會選擇油的成分 油脂的比例會比較高一點 你吃到口感更滑一點 就像軟綿綿的棉花糖一樣 所以比例來講 脂肪會比較多一點 肉就會比較少一點 大約是六四左右 其實這些菜式 都是一些台式風味的滷水 為什麼會想到用日式叉燒來做呢 其實因為台灣來講 它是有一個日本的殖民地傳統 常常有很多台式的東西 會有少少日式的風格 我想起就配合它的傳統 把它改成一個日式的做法去做 令到它增加了它的口感和變化 其實這麼多種食材 它們的滷水時間是否都一樣 其實是不同的 因為第一就是因應它 譬如是豬肉這樣計算 它的做法其實比較特別麻煩 因為它要保持豬的彈性 如果用回牛肉腦的時間這麼長的話 它就會失去彈性 失去豬的鮮甜味 變了跟香港的港式叉燒 其實變得類似的 就沒有了口感 口感上就會差了一點 沒有那麼鮮甜 不如介紹一下中間的大腸 對 豬大腸 可否介紹一下 你們的做法比較特別 對 因為很多時候潮式的做法 是一條過的 它會賣相比較漂亮 一條過做 那麼它們就會是… 但我會覺得這樣做法 很多時候客人會說 好像裡面有一股酥味 原於是因為其實 很多客戶就以為 裡面可能洗得不乾淨 但其實它裡面內部 因為始終是內臟 有時候有些脂肪扭 而它的脂肪扭 就會形成了一種壓鬚味 所以變相不是一條去清洗 而我們會逐粒逐粒切掉 然後再逐粒逐粒清洗 將裡面的脂肪扭出來 令到現在就會失去鬚味 而只是有大腸的清爽口感 其實為何有這份堅持呢 因為其實那個過程都很繁複 切了之後就要逐粒逐粒洗 是的 因為最重要是客戶的要求 另外他們有時候的讚賞 就會延續了我們的堅持 其實通常這個大腸會切多少度呢 切這樣來清洗 其實有沒有一個標準呢 我們的標準是以一個口感 大約是2cm內的 我們就用2cm內的 是的 2cm內的標準 去切一個 你可以看到我們現在 這個大腸裡面的比例 剛好2cm 如果太多 吃下去就會硬的 我們就剛剛好爽得來 它就有脂肪 讓你剛剛好吃下去 有一點油份出來 是的 所以我們的要求就是 師傅一定要2cm內切出來 然後再去清洗 你當時清洗也會比較清楚 因為如果切太大塊 你會洗得不乾淨 是的 但是大腸要滷水滷多久呢 大腸來說 其實它要滷大約1小時左右 1小時 但是前期的作業也會比較長 所以如果做一次大腸 也要2-3小時的時間 這個一定要吃 是的 不如再介紹一下隔壁那款豬頸肉 其實豬頸肉 通常用來做滷水嗎 是否比較少呢 其實豬頸肉來說 市面上比較少 因為其實它的做法是比較複雜 它又不可以直接去滷水 因為如果直接去滷水 它變相出來就不是豬頸肉了 它就變相就等於一個叉燒 因為這個之前我們其實都試過 研發的時候都失敗過很多次 它要保持它的彈性 因為其實豬頸肉 一些人喜歡吃 它吃下去的時候 口感就很彈 很彈牙 另外一咬下去 油又是迫出來的 那種的感覺 所以我們就要研發的時候 要保持它的彈性 之餘就要有它的滷水味在裡面 所以這個時間就要前期 要去浸過 然後再煮的時候 就要煮兩次 令到它鎖住油份 又是要泡油 令到它表面鎖住裡面的肉汁 然後再去滷水 滷水的時候 又不可以說 這次也不可以太久 因為太久就會變得太久了 然後再滷水之後再起鍋 然後到吃的之前 又要再滷一次才可以 果然真的很繁複 然後如果你先讓我再說一次 我已經忘記了 其實初初說浸 其實都要用滷水去浸 對 要用滷水 但滷水跟之後煮的滷水 又要有一點點不同 因為如果用滷水去浸 它就會太鹹 而且就會搶掉它的肉鮮味 所以前期要調校過 要再加入一些糖 這些花絲八角 還有一些薑 去披掉它本身的豬的腥味 對 豬臭味 但這個豬頸肉都是先圓直浸 對 圓快浸了 因為所有的肉 如果老之前 你已經切了 然後再煮的話 就會已經失去本身的肉汁味 所以一定要圓快去做 到你食用的時期 才會再切出來 肉汁就會不會流失 對 要不然肉汁會流到滷水 對 滷水就會變得很好吃 但肉就不行了 原來是這樣 不如介紹一下另一款 其實我看到有鴨蝕 在台灣的小食 經常見到的鴨蝕 還有一個流心蛋 其實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這是雞蛋還是鴨蛋 是甚麼蛋 其實我們一般來說有兩種選擇 今天看到的就是鴨蛋 它是偏橙紅色 口感會比雞蛋更加實在 因為蛋黃比較黏稠 吃下去的時候蛋白也會比較彈性 而雞蛋吃下去會有一點水分的感覺 但它會帶甜一點 所以因應不同人的喜好 就會選擇不同的蛋 但雞蛋的顏色應該沒有那麼漂亮 流心 雞蛋來說會偏黃一點 對啦 會偏黃一點 對比之下就沒有那麼紅 但其實怎樣做到這個流心效果呢 其實主要是因應蛋的大小 然後在前期來說 就需要注意的就是先浸一晚 起碼要浸六個小時 浸凍水 讓它裏面有一點水分 讓它煮的時候 不會因為中間通空了 因為空氣太多 它就會爆 另外煮的時候 就要在上面刮洞 另外會疏熱氣 不會煮的時候 就一下子就會把蛋噴出來 或者爆出來 煮完之後 就需要浸凍水 對啦 我只有蛋也有那麼多技巧 鴨舌其實要滷水多久 鴨舌來說 我們前期要先去鴨腥味 因為鴨始終是屬於內臟的地方 所以我們會先用米酒去浸 令到它披露了鴨的鬚味 另外同時 我們為什麼不會用習慣 台式來講 就是連著頸部 我們不會用那隻的原因 是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鴨的打針 加琴的打針都是頸位 所以我們就會用一條大的 這隻就是德國利的鴨舌 令到它口感方面不是只有皮 裡面還有少許肉 所以你吃下去的時候 除了有爽的感覺 就會有少許鴨的油帶出來 就會有不同的口感 除了鴨之外 其實還可以有些肉色 是的 明白了 今天真的謝謝Kenny 上來跟我們聊天 以及為我們介紹了 這麼多台式的滷水菜式 讓我們認識的 說法今節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在節目完結前提提各位家庭觀眾 各位如果想重溫我們精彩的節目的話 歡迎瀏覽有隻生活台的網址 就是www.apus510.com.hk 又或者可以用你們的智能手機 去App Store下載APUS的apps 就可以隨時隨地重溫我們精彩的節目了 好了 今節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一節再見 拜拜